辽宁是我国最早开放的沿海省份之一 改革开放40年来 我省不断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 2017年3月 国务院批复辽宁自贸试验区总体方案 更是标志着我省对外开放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全省货物贸易总额 由1978年的15.9亿美元 增长到2017年的998.1亿美元 增长62倍 是同期GDP增速的两倍 我省与217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往来 出口企业带动就业人数超过200万人